8月8日的凌晨和姐在某社交平台发出签字长文,其大概意思就是自己当初被扣上了婚内出轨,的帽子已经很久,而自己未曾有过任何说法和解释,并且说出了原因大概,就是让孩子以后能够好过,然后就是自己当时和贺子民正在打官司,现在出来解释这件事情。 大概也是因为前一次和自己的粉丝所说的托粉有关系,而且和解还爆料贺子民说他婚内出轨,其实实际上是和解自己在生完孩子之后没有和贺子民有夫妻之间的生活,再加上两人当时在家里吵得厉害,随后和解在某一天为了不想和贺子民吵架,所以才选择了去住酒店,然后贺子民就觉得和解在外面有问题, 而随后在第一时间张欣宇丽挺和解,表示自己一直知道实际情况,现在两人分开,梦还要给曾经自己的女人泼脏水,还好脸皮要离婚呗,反正就是说和解民有些地方做的实在不对,而其实张欣宇都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好说出口, 现在和解自己都出来声明,自己也可以出来说说这件事情,随后还表示当初和解离婚之后十分不容易,而且在张欣宇之后苏醒与染盈盈也力挺和解,苏醒说的比较清晰,就是虽然自己力挺和解,但是和您的事情是两个人解决的,但是这次和解是在深夜十分自己,写下的这一则声明, 而苏醒与染盈盈也在力挺和解的同时劝解和解能够放下过去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看,追求自己现在的幸福,随后有媒体也在第一时间采访了赫子明的助理关于此事,而赫子明的助理回应道,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是刚刚知道,不想做出什么回应,和解和赫解民已经分开了,赫子明是希望可以安心演戏的, 他本人也并不是一个娱乐艺人,不想对这件事做出任何评价,只是想他是做自己,但是这一番回应,要往人有也觉得其实两人之间的事情应该合理解决,或是两方都有过错,但是最后和解还是与貂脸的确在一起了,那么很多人质疑和解也是属正常,或许是和解与赫子明的婚内关系不好,但是两人和平解决问题是关系的, 而不是这样的争吵。